吃个早饭 吃个早饭 偷偷喝早餐 偷偷喝早餐 我们又来冲氧了 你这一瓶能冲多少个袋子 100多 100多个袋子 这个一瓶多少压力 它压力有多大 这个吧 嗯 12米 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早饭不便宜呀 哈哈一人25是吧 一人25 我们三个人吃了75块 而且吃的非常的 粗饱 简陋 准备出发啊 第一件事情 孝珍海拔女 4000现在是4540 啊昨天晚上我们睡的都 不是很好呀 高反头疼 rm 呵呵呵uren 我昨天开了多少个小时啊 昨天开了16个小ars 昨天开了16个小时走了多少公里 满公走了400啊 t 16个小时400公里 你折每个小时多少公里 折下来一个小时30 今天有700公里要开 今天好天天好 可以换 嗯 然后全都是还是这样的梦框啊 我们迎来了青藏高原早晨的太一缕阳光 照在我的脸上 看他这张屁脸 现在看不清楚怎么办 太阳好 太阳好看 好好好 现在海拔已经五千了啊 我们离唐古拉山口还有16公里 唐古拉山口唐古拉山口 跟我上次来不太一样 什么时候盖了一栋二层小楼 唐古拉山口已经不是一个景点了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唐古拉山口 以前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景点 现在直接被 被分掉了 把之前那边还有一个唐古拉山的一个碑 也被直接被推倒了 涂掉了 就是为了防止 就是为了防止交通的堵塞 因为很多人路过这个地方 要在这儿停车拍照 现在已经没有地方让你停车了 而且这个地方天气实在太极端 为了为了不影响交通 所以把这个地方分闭了 来往的车辆就迅速的通过了 不要在这儿停车了 我们终于从雪山下下来了 马上要到安多县了 好累啊 开了一上午才开了270公里 那是下午你休息了 嗯 在安多吃个饭吧 看看我们的小天使 到安多了到安多了吃个饭 鼎盛蒸汽牛肉面 为什么要叫蒸汽牛肉面 我们现在在安多吃牛肉面 刘萌萌 嘿 这地方海拔多少 4500 4700 看刘萌萌吐了 有点高烦 吐了 看一下高原上的物价啊 除了牛肉面 跟下面差不多以外 其他的都好贵 蒸汽面 用高压锅压的嘛 叫黑鸭知道 就这样卸鸭 牛肉面就是这样做的 这里就是安多县城 现在10万半我们还要继续赶路 还有500多公里 呃 太慢了 一上午才开了200多公里 白弟弟你要杀猪呀 你这个撞死一头要赔祖宗三代呢 呵呵 哈哈 太慢 啊 天又黑了 天又黑了 现在是 凌晨一点半 看我们已经进入到拉萨城区了 这是拉萨的进城的大道 看一下双向跋车道 双向跋车道 双向跋车道 我们准备去布达拉宫 欣赏一下夜景 然后就回宾馆睡觉 对 我